1960年1月 毛岸青在大连疗养时 毛泽东与张文秋撮合 毛岸青与张文秋四女 北大学生邵华结合 并于4月下旬在大连结婚 是1962年春天回北京 毛接见了他们并合影 看照片 老毛和小毛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亲密接触 表情也挺严肃 但老人家的右手却和儿媳妇邵华 实时紧扣 您在看毛岸青 则是诚惶诚恐 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于是照片上显出的父子关系 公共儿媳关系有些错位 毛岸青的后母江青 得知小毛结婚很生气 1967年江青到北京大学万人大会演说 声泪俱下控诉邵华主动送上门 勾引毛岸青 邵华被迫逃跑 1970年生下毛新宇 毛泽东一生不见孙子毛新宇 坊间传说是毛的儿子 毛泽东很少甚至常常拒绝见毛岸青 而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亲儿子毛岸青也未能现身 如果是普通人家 或许能享受真正的父爱 命运就不会如此悲催了吧 请不吝点赞